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季在英超连赛中仅仅获得了五次出场机会 更多的是在贝赛和欧战中把守龙门 上个赛季 奥斯皮纳已经动过转会的念头 差点转头土耳其被内抱歉 本赛季 阿森纳冲了沃库森 挖来了他们的主力门将莱洛 这更坚定了奥斯皮纳离开阿森纳的决心 今年夏天在失去了他们的门将雷纳之后 纳布勒斯一直在寻找球队的一号门将 之前他们曾经将目光锁定在了罗马门将阿里松的身上 但是阿里松最终被加苏重金买走 后来 纳布勒斯花费2200万欧元 签下了乌迪内斯门将梅列特 但是这位年轻的意大利门将在第二次训练中 就手臂骨折 因此 纳布勒斯决定引进一名经验丰富的门将 而在世界杯上有着不错表现 德哥伦比亚门将奥斯皮纳进入了他们的失线 纳布勒斯仍将梅列特是为球队未来的一号门将 但是梅列特的受伤 让奥斯皮纳获得了长久占领纳布勒斯 球门线的一个最佳机会 昨天晚上 奥斯皮纳已经到达了罗马城 今天上午 她已经在Dilogstor接受体检 体检前 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 奥斯皮纳面大微笑地表示 我很开心 一旦奥斯皮纳通过体检 她将正式成为纳布勒斯第一员 据悉 纳布勒斯100万欧元租进奥斯皮纳一年 一年后 纳布勒斯可以选择的支付800万欧元 将她买断 而在合同条款中有一条不容易达到的条款 如果纳布勒斯夺得了新赛季的联赛冠军 或者欧冠冠军 纳布勒斯将必须将她买断 丰盛CM的脸则声名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